二零二四選戰剛落幕二月一號新國會報導 這屆選舉由十九位型何立委 是由現任民選地方公職員員身份轉任 因此有五個職缺須辦理補選 包含臺中市前議員黃仁 宜蘭前議員陳俊宇成功進軍國會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 議員缺額達議會總名額十分之三以上 或同一選區缺額達二分之一以上就要補選 因此臺中第十五選區和宜蘭第四選區 都要缺額補選 另外還有三個地方首長職缺 分別是轉戰立委成功的苗栗縣苗栗市長邱正軍 雲林縣國會政長丁學忠 和臺東縣大五鄉長黃健斌 都要在四月十三號進行補選投票 另外中選會也公布 依據公投法規定完成全國性公民投票 電子連署系統開發 系統上線時間定在四月十號 民眾只要使用自然人憑證 並輸入身份證字號 就可以展開線上連署 請問一下 要在四月十號進行補選